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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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两个原点 第十二课你在干什么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身子的会不会我不想直接进入远点 好 你在干什么呢 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张图片 他 这个小的他在干什么呢 吃饭 吃饭 他在干什么呢 我们 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喝茶 他在喝咖啡 谢谢 他们在干什么呢 他们在打电话 他们在唱歌 很好 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打电话 非常好 好,下面我来分别问一下,问一下马尼,他在干什么?他在写作业。 好,问一下大卫,他在干什么?他在读书。他在看书。 好,问一下,他在干什么?他在游泳。 好,问一下,他在干什么?他在睡觉。 好,问一下,马尼,他在干什么?他在晒太阳。 他在晒太阳。 你们喜欢晒太阳吗? 喜欢,中国人喜欢晒太阳吗?不知道。 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 为什么?有的人喜欢太阳,有的人不喜欢太阳。 好,中国人,女孩子不喜欢,不喜欢太阳,不喜欢晒太阳。 好,他们在做什么?问一下,马尼。 他妈在喝啤酒。 好,他们在喝啤酒。很好。 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他在后面是人家的一个公子。 他在做什么?可以替换。 好,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些,我们现在来复习一下。 这个是我们以前学过的。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 打电话。 睡觉。 上课。 看电影。 吃饭。 唱歌。 游泳。 喝啤酒。 晒太阳。 做作业。 做作业。 看书。 看书。 打电话。 好,非常好。 大家的机体都很好。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是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图示看图加拼。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这个问题就是有问题。 好,现在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游戏,叫做泥餐。 好,现在看,老师在做什么? 老师在做什么? 老师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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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好,下面我要请一位同学过来,请大卫过来,帮我一下。 好,我给大卫,请到这里来。 我给大卫展示一个词语。 他来做一个动作,我们来猜他在做什么,好吗? 好的。 大卫在做什么呢? 大卫在吃饭。 好,谢谢。 请回。 好,下面请。 好,请这位同学。 好,谢谢。 好,阿娜在做什么? 吃东西。 大卫在吃饭。 好,一个完整的菌子。 大卫在吃饭。 很好,谢谢。 好,下面问一下,请马医生来帮助一下。 大卫在做什么呢? 在唱歌。 马医在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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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谢谢。 好,下面问一下,杰克。 好,这个。 一个巨头。 杰克在做什么呢? 杰克在做什么呢? 杰克在唱歌。 好,下面请。 马利亚上来帮助她试一下。 好,这个。 马利亚在做什么呢? 一个巨头。 马利亚在喝啤酒。 马利亚在喝啤酒。 很好。 好,最后一个。 谁想要上来? 最后一个巨头。 谁想要上来?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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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确亚在晒太阳。 他在晒太阳。 很好。 他在晒太阳。 好,我们看一下这样。 大家有问题吗? 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 好。 我们看。 他在干什么呢? 他在吃饭。 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写到。 没有。 他在吃饭呢? 或者什么? 他在吃饭都可以。 在提问的时候, 刚刚老师有时候用他在干什么呢? 有时候说他在做什么呢? 都可以。 但是这个干更加的口语化。 好。 好。 大家还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好。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 好。 这里有一幅图片。 小明的一天。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上个在上个学期, 我们学过了时间。 我们在某一个时间我们做什么。 好。 我们看一下小明在做什么。 小明在做什么。 小明在去吧。 好。 他在做什么。 小明在起床。 后来穿衣服。 穿衣服。 小明几点。 7点 7点 8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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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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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点 9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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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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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点 9点 12点 2点 小明八点半睡觉 好 这是我们以前学习的内容 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新的 我们看一下小明的一天 他的这个小明八点上课 他九点十五下课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表达 是小明从早上八点 八点到早上九点课 上课 好 今天我们要学习一个新的表达 从到 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 很简单 好 比如说我问一下 比如说问一下大卫 你几点上课 我八点上课 你几点下课 我九点下课 好 那我如果老师今天问你 你从几点到几点上课 我从早上八点到九点上课 我从早上八点到九点上课 很好 好 好 我看第二个问一下 你几点下课 我从下午四点到下午五点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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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是老师想要问你的 我从九点到八点上班 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从九点到六点上班 中国人从九点到六点上班 西班牙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知道西班牙 像在你们国家 很多人从两点到五点是休息的 但是在中国是从九点到六点上班 好 好 好 我看一下大卫的课表 大卫从 我们看一下七七一 大卫从几点到几点有班语课 我问一下 佛罗拉 大卫从七七一从几点到几点有班课 从八点半到十点有班课 很好 好 现在同学们两个两个的剧组 用这个课表 问一下你们对方 比如说 比如说八个比课的解课 大卫 大卫几点 西班牙几点 从几点到几点有听力课 然后可以回答 大卫的西班牙从十点半到十二点有听力课 好 这个活动我们就过去 好 现在最后一个是 好 现在我给老师每个小组 发一个 两个人一组 一个作业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口头上的 大家说 好 我们同学有A和B A同学问B同学回答 或者B同学问A同学回答 那么我们问的 有两个可以问问题的方式 第一个是问时间 比如说我们请 马力来读一下第一个问题 大卫 你从几点到几点吃早饭 好 比如说我们请马力来读一下第一个问题 我从早上八点半到九点吃早饭 这个是问时间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可以问他做什么 比如说我们看第二个 请来读一下这个问题 你从晚上六点到七点半做什么 我从晚上六点到七点半做午夜 很好 然后两个同学就互相问 然后把自己一天做的事情填在这个表格上 然后这样就结束了 好 我的试讲结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